别看我现在还是一身下妆的样子 夏天确实还没有过去 但是不过呢 很多品牌已经开始出秋冬季节系列的服装了 今天我们特别要介绍夫西米亚风 看得很感谢你今天帮我穿了这么好看的一套衣服 那其实今年的这个秋冬季节的服装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向呢 首先来说的话 今年的Skotten Soda呢 我们的女装系列 Maisons Scotch的主打的系列 就是波西米亚风 然后今天Annes你穿了整身的打扮呢 就是下半身是一个黑色 带一个 对 用看猪片 对啦 这个条线的一个上衣 然后下半身是配着一个横杆的一个短裙 对啦 然后整体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非常适合这日常的一个上班的 或者是出去玩的 还有晚上的 出席一些宴会的一个打扮 那其实我知道你们品牌也有你们品牌的来源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 Skotten Soda这个品牌呢 是创立在1985年 然后呢它是先做男装起家的 然后呢慢慢呢 后续的部分呢 我们就创立了女装 叫做Maisons Scotch 那基本上呢我们品牌的很多注重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细节 那夏天女孩子很喜欢波西米亚裙 那冬天的时候波西米亚风将会怎么样演绎呢 波西米亚风来说呢 到了从冬天来说的话呢 也是以大部分的非常丰富的颜色为主了 那不管是在上衣下半身还有外套也会呈现不同的仔细的一些细节在里面 那就多说无力了 当然是请我们的模特出来让我们看一下今年新款吧 它是穿的比较薄的一个上衣做一个搭配 然后呢外面来说呢 穿的一个毛绒的一个机车型的一个外套 然后下半身呢是搭配了一个黑色的 带着口红图案的一个牛仔裤 然后特写呢 它的腿呢会比较细的一个线条 这个搭配的也会比较时尚啦 比较桥楼啦 好玩的一个感觉了 还有另外一套是裙子样子的 现在模特圈的剩下呢 就是另外一套 就是以波士米亚风作为主题的 另外一个整套的一个搭配 然后你会看到呢 它里面的这个桃红色的那个衬衫 然后它的领子呢 会有一些手工缝上的 一些小的 对 一些点缀在领子上面 对啦 这个外套呢也是以这个手工 然后还加上机器的一小部分的 一个波士米亚风格的一些图案 缝在下面的 看到有蓝色啊 红色啊 绿色 而且金色也是很漂亮的 对的 它配上了这个黑色的作为一个底衬的一个颜色 你刚才提到的红的 绿的 然后还有银的 铜的这个颜色 就会比较显出来了 而且我看到它的裙子也是那种散起来的蓬蓬裙 我觉得也很好看的 这种裙子是不是搭配起来也会比较grand一点呢 它其实除了这个外面的这个纱能够做出一个比较膨的这个感觉呢 它里面呢也会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带类似的这个作为一个内衬 然后从而来说的话呢会给到这个裙子呢 是比较有一个立体的这个感觉还有效果 这一期的服装是不是惊艳到你呢 你正在收看的是C FASHION